一星期一本书 大雪纷纷落地 刚念了一句 恰逢有歌声签的官员经过 听到了 感念黄恩浩荡 他拱手接口道 正是皇家锐起 旁边一个卖棉衣棉裤 发了大财的商人心花怒放 也凑了一句 在下三年何妨 一语激怒了路边一个 冻饿欲死的乞丐 放你娘的狗屁 其实在生活当中 每个人的立场不同 也很难感同身受 你的乐别人没有尝过 很难体会到 你的喜悦和欢愉 你的苦别人也没吃过 也很难去照顾到 你的情绪和委屈 金会帝执政时期 有一年发生饥荒 百姓没有粮食吃 只有挖草根 食观阴土 许多百姓因此活活饿死 消息被迅速报到了皇宫中 金会帝坐在高高的皇座上 听完了大臣的奏报之后 大为不解 善良的金会帝 很想为他的子民做点事情 经过冥思苦想之后 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说 百姓无素米充饥 何不食肉米 也许我们可以判断出 金会帝是个不称职的君王 但我们很难断定 他就是一个不善良的人 有一句话说 并不是每个人 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每个人的境遇不同 处境不同 对待事情的看法和观点 亦不尽相同 所以 有时候 你不必去评判 别人的对和错 因为你不是别人 也没经历别人的人生 有时 你也不必去责备 没人了解你的苦和难 因为 别人也根本没有办法 体会你的心酸和苦痛 在小学的语文教科书里 有这样的一篇文章 作者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老师把两个杨桃 摆在讲桌上 要同学们画 他的座位 在前排靠边的地方 讲桌上的那个杨桃的一端 正对着他 但他看到的杨桃 却像是五个角的什么东西 于是 就老老实实按着画了 但其他同学发现之后 都在笑他 老师看了这幅画 走到他的座位坐下来 审视了一下 讲桌上的杨桃 然后回到讲台 举起他的画 问大家 这幅画画得像不像呢 不像 它像什么 像五角星 老师的神情变得严肃了 半晌 又问道 画杨桃 画成了五角星 好笑吗 好笑 有几个同学 抢着打倒 同时发出 细细的笑声 于是 老师请这几个同学 轮流坐到他的座位上 老师对第一个 坐下的同学说 现在你看着那杨桃 像你平时看到的杨桃吗 不像 那么像什么呢 像 五 五角星 好 下一个 后来几个同学看完之后 老师和颜悦色地说 提起杨桃 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 看的角度不同 杨桃的样子 也就不一样 有时候看起来 真像个五角星 因此 当我们看见别的人 把杨桃 画成五角星的时候 不要忙着发笑 要看看人家 是从什么角度看的 苏氏曾写过一句诗 横看成岭 侧成风 远近高低 各不同 其实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自然所见极不同 有时你看到的 未必别人能看到 别人看到的 你又未必能观察到 所以凡事多幻缓角度 就会看到更多事情的全貌和真相 切不可一页账目 以偏盖拳 片面地去看问题 每个人在这个世上 都有各自所站的位置 其实角色不同 出发点就不同 对象不同 侧重点也不同 有的时候对待同一件事 哪怕是同一个人 也会因站位不同 对相同的事 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继布曾是项羽帐下的大将 他有几次围困刘邦 差点要了刘邦的命 后来项羽失败之后 刘邦花重金 手买继布的人头 后来有人劝刘邦说 继布当年为项羽服役 围困你是他的职责 他忠于职守 有什么不对呢 刘邦听后不再计较继布 甚至拜继布为郎中 相反 继布的舅舅丁弓 也是和刘邦打仗 有一次困住刘邦之后 刘邦求饶说 我们两个都是好汉 怎么能互相残害呢 于是丁弓撤退 刘邦得以逃脱 再后来 丁弓去拜访刘邦 刘邦当场 让人将他捆了起来 说 丁弓作为项羽的大臣 却不忠诚 使相望失去天下的 就是你这样的人 于是杀了丁弓 并警告其他人说 不要向他学习 刘邦的做法 看似矛盾 实则也在情理之中 虽然他曾被敌人害过 但毕竟作为君王 他对忠诚之事 是有一份天然的 欣赏和担待 虽然他曾被恩人厚待 但也是作为君王 他鄙视 甚至瞧不起那些 因一时心软 出卖自己主人的臣子 其实呢 在这个世上 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有的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隔阂 其实皆因站位不同 才有了所谓的偏见和成见 也许当你是老板时 总觉得员工偷懒 但当你是员工时 就会埋怨老板抠门 也许当你是婆婆时 总觉得儿媳 怎么做也不对 但当你是母亲时 就会处处心疼自己的女儿 在网上 曾经流传了一张照片 一个人站在地上 看到的是一堵墙 一个人站在一堆书上 看到的是乌云密布 还有一个人 站在更高的书堆上 看到的则是晴空万里 其实不同的角度 每个人看到的东西 也是不一样的 有时你看到的是上线 也许是别人的下线 有时你以为的终点 却是别人的起点 有两个人一起去爬山 一个人到了山顶 另一个人还在山腰 到了山顶的那个人 大喊道 快看 是大海 还在山腰的人 则很生气地说 明明前面是一棵树 其实呢 这两个人的观点都对 原本不同的高度 所见就会千差万别 看过这样的一则笑话 登天三个老汉一起 蹲在墙角 一边杀太阳 一边大谈理想 十分的老汉说 如果我当了皇帝 我就下令 这条街东面的粪 全部归我 谁去时就派公差抓他 砍柴的老汉 瞪了十分老汉一眼说 你就知道十分 如果我当了皇帝 我就打一把金斧头 天天用金斧头去砍柴 讨饭的老汉听完之后 哈哈大笑 他说 你们两个层次真敌 都当皇帝了 还用得着干活吗 要是我当了皇帝 我就什么也不干 天天坐在火炉边 吃烤红薯 你看 其实每个人的起点不同 眼界的高度也会不同 所以有时 人和人之间 在一些底线和原则之外 不必过多地去争辩 所谓的输赢和伯仲 因为每个人都因为 在认知 思维和格局上的差异 而有各自不同的局限和局限 所以我们不必为难别人 也没必要抬高自己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文悦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文章 记得分享到朋友圈 或者是在文章底部 留言互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